印度因为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法单独将2014年底之前进入印度的穆斯林排除在可以获得印度国籍的受迫害移民之外 在阿萨姆邦和西蒙加拉邦等地引发了严重骚乱 至上周日已有多人在骚乱中被警察打死 阿萨姆邦从12月11号开始断网 示威中的暴力不断升级 很多巴士甚至火车被烧毁 处理宗教矛盾是印度的老大难问题 印度东北部地区长期存在大量的穆斯林移民 印度国内原有的穆斯林人口也上升很快 这一切在悄然改变印度的人口结构 不少印度媒体都认为 目前的莫迪政府更加依靠印度教徒的支持 这让印度的宗教紧张有上升之势 莫迪政府幸运的是 西方对印度民族及宗教事务的干预非常有限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公民身份修正法通过之前批评了印度 称该委员会担心印度政府正在为公民身份 设立一条宗教测试 该法通过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提出了批评 要求印度遵守宪法承诺 但这些批评不太可能演变成印美之间的外交危机 其实印度作为一个极度复杂的人口大国 它的治理难度很高 西方小国的确不应该有手把手教印度怎么做的热情 西方对待印度民族及宗教纠纷的态度 恰恰应当看作是国际间的正常状态 不正常的是西方对中国民族宗教事务的疯狂干预 中印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大国 却受到西方舆论截然不同的对待 根本原因并非印度是西方概念中的民主国家 而西方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成见太深了 中国被西方双标的矛头锁定 深层的最大推力是中国崛起 而美国不接受 西方一些所谓的精英看不惯 把美国和西方的双标都搞清楚 不是为了让我们更有理由怨天尤人 中国恰恰要定下神来 确信西方舆论场就这样 我们一不生气 自己不先被西方舆论忽悠了 二要理性应对西方的对华人权攻击 力争把他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西方舆论机器开足马力攻击中国人权 真的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权发展的太差了 而是中国的综合发展做的太好了 中国人要非常清楚这一点 同时我们要让尽量多的世界公众了解这一点 金帧 我们总是在操作的太差了 可能 Leb刀